祝大阪辦事處舉辦 狹區好人好事感恩參會 感謝協助辦事處處理 需要急難救助的僑胞 以及旅日國人的僑團 宗教慈善團體 旅行社 航空公司等各相關單位 處長陳迅洋 代表政府 表達一年來的感謝 懇請各個單位今後 繼續給予協助 祝大阪辦事處 狹區好人好事感恩參會 陳迅洋處長 首先代表政府 感謝所有協助辦事處 提供急難救助工作的人士團體 讓附日旅遊國人感覺到溫暖 也謝謝大家在這一年來 協助我們這個辦事處 對這個提供來自旅遊國人的 急難救助工作 讓我們這個國人同胞 在來自旅遊的時候 在遭遇到這個病 如果有生病或者事故的時候 還有這個語言溝通上的這個 需要這個救助的時候 都能夠給他們這個及時的這個支援跟協助 然後解決他們切身的這個問題 陳迅洋處長表示 今年來國人赴日旅遊人數日益增加 今年度預估將高達四百二十萬人次 難免會遇到護照遺失 生病 事故 以及語言溝通等種種問題 希望大家能夠彼此交換經驗 大阪中華總會會長洪聖信 替大家凝聚力量 繼續協助助大阪辦事處 神務華僑總會會長陸超 也勉禮大家一起做好人 做好事 曾經協助赴日旅遊並務國人家屬 與擔任醫院翻譯的僑胞三弟勳子表示 相當榮幸能替家屬盡為國之力 至於四國華僑總會會長朱家儀則希望 大家都能快快樂樂出國 平平安安回家 因為我本身也是留學生到日本 然後在這很長的一段時間裡面 我留學來這邊留學的時候 經過十三年的時候 經過很多的前輩來幫助我 那我現在自己有公司 有這個能力來回饋 來為我們的國人服務 這是我的責任 也是我自己本身也非常樂意來幫助我們的華人 我抱著一種是捷運的心 能夠盡量 能夠做的我就盡量做 因為我本是這個學活者 所以我不求回報 所以我只盡了我的力量而已 能夠替他們這些家屬多多少少做一點事情 來擔當反應 就是我覺得相當的榮幸 這兩三位一共包括大阪 京都 神戶 鳴谷屋 以及四國僑團 僑領 僑胞 大阪風光山 慈濟基金會等 宗教慈善團體 以及中華航空公司和日本友人 共五十人出席 大家紛紛表示 幾難救助 亦不容辭 也讓國人到日本旅遊 有多了一種保障 臺灣的民心 吳明如 日本大阪 採訪不到